今天很高兴要请到 小辣丘所做烘焙的负责人 陈怡珍来接受专访 小辣丘你好 你好 小辣丘你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 会想要自己出来创业 因为烘焙这件事情 是我跟妈妈一直以来 就是我们共同的兴趣 那我们母女的感情 也是透过在一起做烘焙的 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沟通 然后感情会越来越好 因为我算是平常 比较没有话讲的母女 我们只能通过这件事情 一起的话题 增加我们的感情 增加你们的母女的感情 那我创业 我创那个品牌 是在疫情发生的那一年 真的 2020年年底 那我在做创业之前 我是在电商产业工作 工作压力比较大 所以平常也是靠着 做烘焙点心给自己吃 然后当做苏牙 靠做甜点苏牙 对 所以不能说 因为我不是本科系毕业 所以应该说 就是我们靠慢慢的 平常慢慢的摸索 然后累积自己的手艺来 应该是说 这个是你跟妈妈的兴趣 虽然说你不是本科系 但是你就跟妈妈 两个人可能在切磋啦 一起做甜点 做烘焙的过程当中 你们就慢慢慢慢慢慢找出你们自己的独特的味道 嗯嗯嗯嗯 所以一开始就想要贩售了 没有 没有 我们一开始是 呃 做分享 嗯嗯嗯嗯 我们一开始是做自己吃 哦 自己吃 但发现你做到 你吃不下了 做太多 做太多 那开始分开亲朋好友吃 嗯 然后当亲朋好友也吃不完的时候 是 你就发现 哇 要给谁吃 嗯 对 那那时候就是 还没有想过要 find 售 哦 想说就先分享 所以亲朋好友不吃之后 我们就 我就先试着在网络上 跟我自己的朋友分享 哦 就送他们这样子 嗯嗯 朋友 呃 我没有呃 免费东西 大家会蛮喜欢 那一开始 大家拿到吃到之后 可能会说 哇 很精致 嗯 口味很棒 那我都觉得那只是一个 就是客套礼貌的赞 那随着大概经历了四五次这样之后 就发现 同样赞美的人还是会这样赞美你 所以不是客套 应该是真的觉得好吃 所以给你信心就可以 想说我可以开始来贩售看看 对 因为中间也是很多朋友建议说 其实你这东西是可以做贩售 你可以试看看 反正刚好疫情的时候 我离开前一份工作 然后那时间都没有工作 全职在家 就是每天努力的做红沛 然后他就说那你就试看看 应该也是刚好因缘忌讳 因为前一份工作也搞个段落 然后又跟妈妈有兴趣做 然后就想说不然试试看这样子 那你们这样开始试做之后 你们最开始是怎么让客人 知道你们这个品牌 我们一开始在要预计做贩售之前 因为我跟妈妈还是比较没有往利益导向去做 我们有先主动的去找一些公益团体 或弱势团体的活动去做配合 哦是 所以你们是先做公益 我们先做公益 可能是例如说贩售的所得我们就全数当善款捐出 哦真的哦 你们都没有留一部分在身上 没有 哦真的是 就觉得分享 那个时候有就是身上有存到一点钱 所以觉得还可以吃老本 就单纯想要分享 对 做公益 可是坦白说啦 因为在什么吃老本 也是会有三穷水季的时候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其实可以来贩售看看 等吃老本吃到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开始除了公益团体之外 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公益团体进行邀约 那那个时候会开始觉得 我原本 就是说我原本一个月可能只做一场活动 我觉得收入OK 可是我一个月开始要做五到六场 我会发现哇那个原料费满下也是蛮贵的 对 那朋友就会建议说 不然你扣除原料费再捐 我说那也可以 我们也试过这个方法 扣除原料费再捐 你就发现 好像可以 但做做的发现 不对啊 这样我没有薪水 那我实在好要再去外面找工作 那这个时候朋友才会 也是跟家人讨论出来 建议说 不然你想看看用这个东西 去办手资赚钱 然后一开始我们 一开始我就 问了蛮多朋友 那有朋友推荐我说 不然你去摆市集看看 对啊市集 现在蛮多是从市集上曝光 哦 所以你们就一边白市集 有收入 一方面也做公益 嗯 就从这样开始 对 好 那小辣书 那你们这个小辣书这个品牌 你最当初的品牌理念是什么 一开始品牌 其实除了是分享 我觉得自己喜欢的味道之外 对 那我觉得我对于中式糕点的喜爱 让我想要 嗯 把这个手艺跟这个产品传承下去 哦 是是是 对 又传承的意味就对了 嗯 因为在呃我这一 我这一辈的人 他们会选择都是做西式为主 嗯 应该说比较年轻 比较偏年轻的 比较喜欢蛋糕啦 嗯 甜点啦 松饼啦 嗯 饼蛋 对 比较比较偏这一类 对 那呃 我其实蛮多人 其实蛮多人还是喜欢吃 就像凤梨酥 嗯 但不愿意去做 其实是因为 他非常的费食费工 哦 跟西式甜点比起来 嗯 它其实相对手续会再繁杂一点 对 它比较耗食 嗯 那 加上呃 我觉得外观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漂亮 嗯 没办法做那么吸引人 对对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欸 做这个真的有点 太辛苦 靠这个赚钱 我觉得有点太辛苦 是 对那因为我自己 是从小吃到大 嗯 就我阿公啊 我阿公阿嬷 我阿咒 我妈妈都超爱吃 哦 所以从小吃到大 我其实对于 中式糕点的喜爱是 就是胜过于 所有的蛋糕啊 面包 嗯 应该说 你对这个 中式糕点有一份情感 嗯 因为是从阿公阿妈 他们就穿下来 就是 就一直是这样子 在吃这个味 就是有这个味道 嗯 所以你想把这个味道 传承下去 好 那不过 想到就坦白说啦 因为这种 嗯 凤梨酥啦 绿豆蓬啦 蛋黄酥 外面的品牌 白白种 甚至有些是 致命的连锁品牌 那你觉得你们的凤梨酥 跟他们不一样特色在哪里 我们的凤梨酥 我们的糕点最大特色 第一就是口味都是清爽 所有的种类都是口味清爽 哦 那第二就是我们只做淡奶素 或是做全素的 嗯嗯嗯 如果是有些产品 像是淡奶素的东西 我们是可以帮客人客制化到 全素的部分 哦 那我们就会取代 嗯 例如说把奶油换成植物油 嗯嗯 或者把一些蛋黄 换成其他全素可以吃的产品 哦哦哦 那这就是我觉得工作室最大的特色 嗯 我们就是可以很有弹性的客制化 嗯 那像我们的凤梨酥可以看到 我们烤的比较焦香一点 嗯 然后形状也很工整 对 就是很用心的一个产品 嗯 对 那其实看就知道它很扎实 那我们的特色就是 吃的时候比较不会掉屑屑 哦 然后饼皮的香气会非常的重 哦 就是饼皮烤的比较酥香 嗯 比较咬下去不会比较不容易掉屑屑 嗯 嗯 对 那我们的凤梨内馅 嗯 也比较有特色是 我们虽然做传统口味 嗯 但我们取代的传统 全部都是冬瓜馅的馅料 我们加入了台湾的凤梨 哦 就是你们的凤梨酥真正有 有放一些些凤梨在里面 凤梨馅 嗯 跟冬瓜馅结合在一起 对 这样子咬下去 吃下去会比较有层次跟口感 哦 会比较有纤维 凤梨的纤维 哦 应该说古老的味道 但是有凤梨的纤维 是 哦 是这是你们凤梨酥的特色 嗯 那蛋黄酥呢 因为蛋黄酥有很多人在做 我们蛋黄酥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们的蛋黄 是买新鲜的蛋黄 我还自己腌 哦 真的哦 哦 是 那我们自己腌的过程 第一就是 我知道我 要腌多久 然后我确保它 在腌的过程中 没有受到污染 嗯 那我们 因为是自己腌 所以我们 不能动 我们就是冷藏 新鲜的咸蛋黄 哦 下去做 哦 这样吃起来 是不是口感比较湿润 对不对 会比较湿润 嗯 因为没有动那么久 哦 那如果听你这样讲 那你们的产品怎么保存 因为坦白讲你们好像也没有添加太多的一些 过多一些化学的一些添加物 然后又这么新鲜 然后 大火又自己腌 那我们要怎么保存 哦 我们的话会尽量在刚做好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用密封的方式把它保存起来 嗯 让它尽量增长它的保存期限 哦 那在包装袋跟包装盒的采用上 我们也会尽量保鲜 像我们的凤梨酥 嗯 我们就是用铝带 哦 铝带 而不是像外面很多是用 呃可能棉带 嗯 或者是塑胶的 对 那其实铝的保鲜是最好的 哦 它就延长它的保鲜期限 哦 是 然后如果是 呃像糕饼类的话 对 你们就会尽量是 跟客人说 一个礼拜内没吃完 那你就直接冰冷冻 哦 可以放在冷冻 嗯 冷冻大概可以放 两个礼拜到一个月 嗯 那退冰就可以直接吃了 哦 是 好 那想要就我知道你们本来是做线上嘛 对不对 就是线上销售啦 在订你们再帮它宰配 那你们好像是 去年开始 有实体的店面 嗯 当初怎么会想要 有多一个实体的店 因为我们 跑了 全台湾很多的市集 嗯 那我们中北部的客人 非常的多 哦真的哦 可能是之前跑 呃 钢白市集的时候 中北部的市集 主班不要给我们多机会 哦 所以累计比较多客人 对 那我们在南部其实没有很多 没有什么客人 没有什么你知道吗 哦 那也是觉得品牌经营了两三年 有稳定的客源 嗯 希望有个实体店面 可以让大家来 呃 体验跟认识我们的产品 哦 体验是说可以去店里面吃 可以试吃 哦 可以试吃 哦 店里有提供试吃就对了 嗯 就是说 哎 有提供试吃 如果他喜欢的话 就可以直接带走 嗯 哦 好 那想要租 那因为你 嗯 等于说你们去年 12月17号才开始新 嗯 才开始有实体店面 那我想你们一定会有很多的计划 那你们想要租这个品牌 有没有未来的一个短中长期的规划 有 嗯 我们目前短期的计划就还是希望 可以增加稳定的来客数 嗯 因为我们的店刚好开在台南的 观光圣 观光圣地 哦 所以也是希望观光客可以多多知道点 然后玩的时候顺度走过来 那就可以当个 买个伴手礼带回去送给大家 哦 这是我们短期的计划目标 嗯 那中长期还是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是以送礼为主 嗯 那我们可能会开始想要参加一些 台南十大伴手礼啊 哦 就是伴手礼的比赛啊 对 然后希望去 让大家知道说 哎 这个中式的高点 嗯 送礼送出去也是蛮有面子的 哦 是 所以你今天带来 像你们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礼盒 可以可以装就对了 对 嗯 哦 所以 是 目前架上的就是我们曾经推出的礼盒 那我们的礼盒包装比较特别都是 我们品牌 我们品牌的人自己进行设计去打样的 是你们自己设计的 哦 跟别人比较不容易 因为我们希望是 你送出去的时候 你要看到盒子 就发现哎 蛮特别的 是我们外面没看过的盒子 对对对 就不是那种 好像外面一般的那种 那种一致性的那种礼盒 嗯 就是比较不一样 我们很 其实我们蛮用心在做我们的礼盒的设计上 哦 应该是说你们不只礼盒 你们连你们的商品 你们的凤梨书 你们的蛋黄书 你们都是很用心 嗯 对 你们包括蛋黄还自己淹 所以你们表示你们都很用心 那想要去问 因为现在很多人啊 哦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创业都会想要以 烘焙餐饮业为门槛 就因为觉得门槛比较低 比较好进度 那如果说 他们就是对手做烘焙有兴趣 想要创业的话 那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嗯 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 只要你想就可以去做 嗯 但是要做好心情准备 对 不要担心被比较 嗯 然后虚心的接受 大家给你的建议 对 不要都自知不理 因为有时候 有人家说闲货人才是买货人 对对对 有时候一个建议 会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嗯 不要就是 又耳进走耳出 对 所以小一句你的建议很好 当然啦 你有想法很好 但是一定要行动 就像你讲 当初你们是有行动 才开始有这个品牌 那当然我觉得 不能说因为自己是老板 创业之后就可以 不进步 就不听别人的意见 我觉得可以多听 多参考别人的意见 嗯 要认为别人 就像你讲的不要怕比较 因为坦白说品牌太多了啦 如果你怕被人家比较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进步 嗯 你的产品可能永远就只有停留在这样的水准 是 就是多听别人的意见 那当然我觉得 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 因为有时候 如果你要太听 太听太多别人给你意见 你有时候会忘了自己的方向 那到底 到底是要甜一点 还是要不甜一点 还是要怎样 还是要酸一点 还是不酸一点 因为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啦 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坚持自己的初衷 那我觉得 这个品牌才会远远流长 对 好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小辣丘手做烘焙的负责人 陈寅珍 小辣丘来接受专访 谢谢小辣丛 让我们知道 有这么好吃的一个凤梨酥的品牌 这么好吃的蛋黄酥 那希望大家 如果有去台南的话 可以过去试吃吗 对不对 可以 欢迎来 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